之前我看到一个讨论说 为什么自己涂稍微红一点的口红 就感觉整个人特别吐特别寸 然后下面的评论呢有好几百条 看来很多妹子都是有同感的 那如果现在看视频的你也是的话 可以扣一 那其实有一种可能就是画的不够精致 比如说皮肤遮瑕没有做好啊 或者说口红涂的生硬不均匀 让整个妆面有一种粗糙土气感 但是也有可能是你本身的长相就不适合红唇的 就算你整个妆容很精致 效果也不好 那今天我们就来总结三种不适合红唇的长相 如果你正好在其中呢 以后就不用死磕大红唇了 可以趁这个机会重新找一下适合自己的妆容风格 第一种不适合大红唇的情况是柔和淡言系长相 淡言不适合红唇这种说法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但其实这是并不完全准确的 比如说姜色期它的五官比较小 但是呢也能驾驭红唇 所以不只是只看淡言与否 还要看你的气质是不是和红唇的气场相匹配 那什么样的柔和淡言不适合大红唇呢 我们先说长相上的淡哦 淡言女生的五官亮感不大 胜在秀气均衡 但是红唇把嘴唇亮感提上来之后呢 眼睛就变得小了 以下子就打破了耐看美 特别是单眼皮内双 同时嘴唇比较饱满的淡言女生 涂红唇之后这种嘴大眼小的对比就格外强烈了 会影响美感 还有些女生哦 眉色同色 发色偏浅 一个大红唇出现在脸上 会显得孤立又突兀 就和你整张脸的柔和色调格格不入了 如果加深眉眼来和你红唇的亮感匹配呢 那整体妆容都要变浓 而淡言女生往往立体度不高 脸呢也是偏平偏肉的 这样子超出了你妆容的承载范围 也就容易显艳粗了 那再就是气质上的淡 有些女生其实长相没有特别淡哦 之所以被归为淡言 其实呢 从五官匹配角度来说呢 它们是可以驾驭稍浓一点的妆容的 但是气质上就会显得违和别扭了 像知性优雅啊 元气少女也是属于这类偏淡的气质 不管你长相浓度如何 都不适合太艳丽的妆容 会丧失你温柔清新的特色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的江色期 它虽然五官小 但是眼珠黑 眉骨和颧骨都有一定存在感 气质呢也是偏冷酷的类型 那就可以驾驭稍微成熟浓郁一点的妆容 那看到这里可能就有姐妹想问 我自己是代言的注定和红唇无缘了吗 那其实也是有方法的 因为你想涂红唇 归根结底呢是向往明艳感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灵活改变一下思路 比如不要用正统艳丽的大红色 换成更甜美元气的草莓红 或者沉稳复古一点的砖红 也能比较好的提升明艳度 那如果你已经买了颜色比较艳丽的口红 可以试试看薄图 饱和度呢就不会那么高了 另外当你唇色比较明艳的时候 整体穿搭造型最好也跟着成熟精致一些 跟你妆容的风格统一 可以降低违和感 那第二类图红唇容易踩雷的 是长得偏男向的姐妹 比如吴佩慈的这组照片 是不是有点别扭 红唇意味着极度的女性感 那如果出现在有男性特征的脸上 就有点像是女扮男装 可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奇怪 那什么特点是不适合红唇的男向呢 首先是脸型骨骼 相比女性的话 男性的脸型和中体往往更长 显得成熟度更高 像这张合照的对比就很明显 左边的杨景华一眼看过去最成熟 在这样的脸型基础上 如果骨骼感也比较强 整体轮廓给人的感觉就会更硬朗 也缺少我们通常印象中的 女性柔和感的气质 骨骼里面鼻子也非常能影响气质 像女性的鼻子一般是比较小巧精致 或者圆顿可爱的 即便你鼻头稍大稍圆 也是肉肉的很柔和 而男性的鼻骨更粗 亮感更大 鼻头形状通常还下垂 在脸上就特别有存在感 然后鼻子因为是我们面中央 最前眼的地方 就如果你有同款的男性鼻子的特征 那看上去可能就会长得有点难像 那上面这几个特征都是很难修饰的 不过我们看到的明星呢 他们的程度一般是比较轻的 然后身材啊比例方面的条件也很好 所以风格相对受限比较小 但是如果普通人是这种长相 就比较难走明艳女人为路线了 大概率呢也不适合女性感强的红唇妆 还有种情况是你的气质偏中性 就给人感觉你和农妆这件事情不太搭 比如奥运冠军王萌 其实它长得挺柔和的 但是外形呢走中性路线 个性也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 你很难想象它对镜涂红唇的样子 还有刘雨昕这种酷酷的中性风 跟妩媚感很重的红唇也会略显为何 虽然气场可以驾驭啊 但是左边这种自然的妆容呢就会更符合它的风格 那长的男相怎样正确增加女性感呢 这里女生不用太焦虑 因为你不适合妆感太明显的妆容 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只要修饰好肤色 把五官画清晰 再用柔和不突兀的唇色就能够提升气色 自然变美了 穿衣风格也可以顺应长相的大气感 选线条简洁利落的单品 不要强行去扮甜美或者性感 然后想增加女性感呢 还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增加一些柔和温暖的色彩 选适当柔软一点点的材质 再通过视频来提升精致度 这样就很好看 平衡了女性感和气场 我们前面提到的两种长相是 整体风格和红唇不搭的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你下半张脸不如上半张脸好看 也不适合再通过红唇 把注意力吸引到下半张脸了 那我们先说下半张脸的五官不出彩的情况 从五官的角度 如果你眉眼特别好看 那你同时强调眉眼和红唇的话 注意力就会被平分 可以把唇妆适当弱一些 突出你眉眼的优势 另外涂红唇呢 对嘴唇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大小适中啊 唇风饱满 涂出来就比较有精致女人味 那如果你的唇型条件不适合 又没注意好化妆技巧 反而是容易刻薄显老的 像我自己前几年也没涂好红唇 嘴巴看起来就又小又尖 就容易显得单薄吐气 另外如果你的鼻子比较长 也可以观察一下人中的位置 涂了红唇之后 鼻唇视觉上会更拥挤 显得局错 那再来说说骨骼层面 也有一些情况呢 是不适合强调下半张脸的 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凸嘴 不想让凸嘴这么明显的话 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嘴唇的存在感 不要涂艳丽的 或者光泽感太强的口红 明星的五官技术好 凸嘴呢甚至可以成为一种风格 但是普通人就很难有这样的条件了 还有如果脸型偏宽偏方 同时又想要修饰 也要避免视觉重心落到下半张脸的 比如徐璐这样的骨骼感方脸 浅唇色的时候呢 就比红唇明显轻盈了很多 那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 脸上肉感敦实 然后下巴圆下颌线不清晰 红唇也会增加整张脸的重量感 反而显得更沉重吐气 没精神了 那如果你也是这种 下半张脸不占优势的类型 怎么办呢 下面我们就举例三种 来说说解决方案 第一种是薄唇 虽然相比后唇涂口红 没那么薄满好看 但如果你五官整体都比较小巧的话呢 也是很有轻盈的特色的 你可以选自然清透一点的唇色 顺应这份淡淡的冷感 那如果你的五官适合走 放大的这种明艳路线 就不要老老实实照着本来的唇形画 可以用唇刷把嘴唇画圆 画厚一点 那同样的 凸嘴也有两种修饰思路 年轻风格的女生呢 妆容上可以弱化嘴唇 就是选偏奶茶色的 浅色一点的唇膏 那风格成熟精致的女生 会适合明艳唇色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唇形线条 勾勒的精致一点 也能够降低圆顿粗糙的感觉 最后一种敦实肉感脸型 一般呢会建议选 存在感比较低的唇色 让你整体的脸型显得更轻盈 但如果你气质中还有酷感 也可以搭配精致凌厉的眼妆 把这种顿感转化为甜酷的碰撞 那以前可能有姐妹觉得 自己不适合红唇 是因为长的土气质土 其实红唇呢 不能作为判断颜值的标准 它只是说代表了成熟精致 这一类的风格 那我们的长相气质 其实已经大致决定了 自己适合怎样的妆容 那如果不适合呢 就不必强求名艳感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正好解决了你的疑惑 记得三连支持一下 大家还想看什么化妆视频的话 记得留言给我 点赞最高的 马上会安排哦 拜拜